没办法 输了 但其实在小分上面也落后不大 所以对于他的心态来说还好 感觉可能会选择安一手他的小敌情吧 因为也知道他 你拿邦邦 但邦邦太有宝评了嘛 是对吧 那如果尊重一手的话 把你的绝合搬掉也不是不可能 看一下A-Low的求生者 大概还是搬掉和加法 或者说搬一手安 哦 竟然是搬了一手邦邦 那邦邦的话真的是只尊重绝火了 但是邦邦就觉得其实是蛮难去三招 选出来的话大概率是往宝瓶走的 因为有太多打法可以针对他的 祭司 那邦邦的祭司的话这样一个单位 放出了机械 放出了机械和佣兵 怎么不透了 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是 闪现 应该也不会啊 因为毕竟照样地图 也拿不出来之前那个打法 嗯 放出机械师的话 就感觉他的角色值 不管是雕刻还是小提琴还是安 其实都挺讨厌机械的 除非他练了一首别的 而且你就是那个女人 你知道红飞现在又拿不出来了 是 是吧 除非他练了那个女人 就就女巫吗 嗯 女巫吗 真的吗 不然我感觉他这个班位很奇怪啊 真的从来没有见过 仙安无梦这一首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他也不了解 毕竟过心藏胆 对 但其实能看出来 因为你敢放机械师 你一定是不怕他的 但其实能看出来 球生这边也是选了一个防你女巫的一个阵容 对 这个阵容男家机械的话很扎实 女巫和红飞人都不好打他这个阵容 对 你不管选什么觉得他都很扎实 所以真的仙安无梦这一首的话 真的我觉得是会出货我们的意料 对 放出了机械的话感觉 不管搭配另外三个是谁 这个机器都很舒服 难道说是黑白吗 手段 拿鞍 放机械师的鞍 放机械师的鞍 真的敢 真的敢玩啊 这是玩大的 那他这样的话 这真的是玩大的 因为你鞍敢放一个机械师出来 对 就是他撞脸不好的话 等到传送找机械的话 其实节奏也是一个崩 崩掉的 这玩意太大了 你想 因为一般我们鞍的班是什么 是介师 是佣兵 对 或者祭司 就从来说没有说是搬先知的 是的 是的 但他这把按掉先知的话 那真的是要来点东西了 但是有自己的 应该是要追求一个速杀 对 但是他这个阵容 他其实带闪现也不好 因为他带闪现也不好秒 这个阵容就没有好追的 你拿鞍 守木人前锋都不好追 对 又没机场了 尤其也只有一个阵容 对 那你不一定找到机械师的情况下 你必定要带吹火传送 那等你吹火传送的话 你节奏已经是 已经很差的一个节奏了 是的 是的 就感觉这一手 确实还有点太冒险了 从阵容上来说 都为他捏一把汗吧 不太好等 是的 现在进入比赛画面 本场对决是由AL的求生者 对决续的监管者 由解说安降 解说幼某 解说压迹 愿您带来 第二次全球总决赛 实时赛况解说 不论一切 嗯 这个点位的话不太好 往小木走 脸上是一个佣兵 开心直接接跳赶路 对 远处的话是守木人 哎呦 两个救人位 那也没办法 这个队容你想四分之一抓到介石也太难了 是的 也是确实带着追火加传送啊 但这两个人你怎么追呢 佣兵也追不了 守木人的话可以下船 就稍微逼下道具嘛 可以 抓一下佣兵 应该是选择跳一下吧 技能封一下 但是佣兵已经体现他后患兵 再回头去选择追击啊 守木人 但是守木人打安 守木人也不好追啊 守木人打安 等个吹火呗 应该是等吹火传送了 对 但介石可以不修啊 机械师其实是完全可以不修 不用修的 这样的话换猫 这一下馋 好稳啊 那这样的话这个猫就完全废掉了 对 太稳了 只能说传送你找节奏 但是发现介石他在大船下面 他没有在机子旁边 是的 敢传呀 还是选择船 在大船下面 人应该在大船下面 那就是要强抓介石了 但这时候并不好 猫要住 骗了一手 这样翻进来 感觉是能拿一刀 对 应该是直接拿一刀了 跳一下拿一刀 炸猫 细节 打一刀 整一手的猫的随地 但是介石虽然说你传送着我 但是等一下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儿子会被干扰 对 他这一波挂的话 肯定要挂在下面的 对 那你想追的话 要等下一只猫 下一只猫也不是很好挂 对 他可以咬住他一刀 咬到就倒了 还可以咬到了 直接跳上去拿头了 直接拿一刀带走 而且这个点是可以直接干扰到娃娃 过亿的 对 那就看他怎么挂 往下跳 挂外面吗 挂外面 然后直接放猫抓儿子 他的思路很清晰 这波 能摇下来吗 不能 摇不下来 直接挂的话自己摇不下来 他打七个刀就不行了 对 他只要直接挂 因为他其实带传送的话是没有浩克知道的 对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儿子这个位置也走不掉了 这猫直接跳下应该能拿到 那救人位方便 都带走 是让守牧人过来就第一波 那守牧人 其实只有一个铲子看能不能完结一波 但是猫已经交过了 冷却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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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好像要卡一个落地的 把他先骗走 一个猫暈住一下 直接暈住 把猫拿回来 直接打一刀 暈住 但是一波运行得很快 第二波运行得很快了 很可惜 但是猫又一个双倒 把铲子给打断了 这一波 那这波猫又好了 太细节了 再交一只猫 那这样的话 一个双倒还废了一个铲子 我的天 再废一个娃娃 还防了一波迈儿 是的 这波的话 这波手艺的手艺 真的是直接拉板了呀 可以压住 继续管理海边 大船底下的这台密码机 对 再压住遗产双倒 那这个就对于 反手把娃娃给他处理掉 对 现在我们来说 平局往上走 有机会守住这台 外围可以看到是前锋正在摸佣兵 摸守墓人 想到守墓人起来补遗产 然后再换一个人去救 得让佣兵来救人 前锋跟守墓人 不满状态 那佣兵的话可以考虑卖掉 因为救人的手机太低了 是的 两台大遗产 然后少一台整 看一下 这波直接压着卖掉了 那对于 对于新安屋梦来说 他是有传送序节奏的机会的 对 守墓人是没道具的 而且他是看到守墓人的 对这边又看到了佣兵选择先跳过来 想要去逼一下前锋的道具 对 前锋是满球 得抓前锋 把你的守墓人逼出来 才能去追 那再有三秒 猫好了 这个位置是可以追的 先踩一个板 然后再落一次猫 这个位置猫咬到了是可以追的 哎 前锋直拉出了 能不能咬到 能不能咬到 有机会吗 没有咬到 但是感觉 没有意识到守墓人在这个位置 是的 这一波回来好像也不好咬到 咬到了 咬到了 但是这里不太好跳 要得翻冲 翻下去跳的话 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猫已经结束了 我还能跳一下 我再补一下 再一波拉球 但前锋意识很好 收益很低 前面是没有板子了 对 提前拉球 外面的密码机器差很多 这里 哎呦 出刀急了 出刀急了 但是还是能拿刀 前锋的球不多了 想先拿一刀再教猫 嗯 外面的密码机 其实还差一台整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再来追击前锋 一波分裂再次咬到 又一个跳 这一个侧边跳 可惜没有第二个跳了 套路一下 诶 骗过来了 这么拉球 但是没有跳 追了太久了呀 这一波 马上有跳了 哇 前锋好秀 但这里都翻了水分了 哎呦 拿到刀了 这边要直接传送 直接传送 手遗产 必须要管这台密码机 先给你的守门来一下 是的 守门人现在是非常脆的 这样的话 有没有 还是一刀 还是一刀 对 还是一刀 没看到佣兵是继续在补密码机啊 再逼一下佣兵的道具吧 这一波的话 如果不管佣兵 感觉是 一定要管 一定要管 对 密码机比较好了 这台机还是有一点的 那守门人那边 刚好摸了一根针 现在可以用上 哦 守门人这波摸针很舒服 对 他是满状态的时候 跳来晕住一下 打一刀 哎呦 差一点第二下 是的 第二下差一点晕到 那 反正先按住中场这台密码机 佣兵的道具可以再逼一逼 谁敢修我就打谁 他知道前锋是交了自己的 对 开门站等一下还有处理的机会 佣兵再交一个道具 这样的话守门人得修一台新的 那拖一下自己的一个传送 这一波 有没有机会找到前锋呢 前锋在脸上很近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而且球者这台想摸箱子 都围在一起 没有敢摸 这边 咬住佣兵就倒了 佣兵就倒了 假意是要咬前锋 实责咬住了佣兵 那这样子佣兵上话 谁来救人 是可以用佣兵的 这把有了 这把有了 我感觉这把只要好好打手以 起码一个三抓 如果说传送我爱压 甚至有一个死亡的可能 继续压在了角落 压在角落 这个地方是不好救的 我压在这个队里面 那怎么救啊 这是胡锦臣最难救的一张椅子 而且他挂完人 甚至有可能直接传到中场 打一个时间杂 你一个人来救人 我直接把你另外一个人 秒在一层 今天来吧 是的 传了 传前锋了 这边的话直接放毛 前锋没有做好球 这边直接咬住 然后有两个挑战 跳过来运动 他一个把你前锋 必须死了 如果前锋倒了 压你一层 那你也没了 那边还没有救到人 直接怪这里 再往小木屋去压 你怎么打呀 现在再次进入了速散节奏 你去压海边 来压 来救人 那你重新白跑 前锋的屁股白做 两个人的位置 我全部都知道 我一个二届的使团 这边也没有什么道具了 要中枪 用别打一刀 再把猫拉回去 用别能救到吗 可以两段跳 把猫给拉回去 这边要先抓守木人 先抓守木人 防止你压机 手摸好自己还行 但是这么捕命 想要强开密码 想强开有机会吗 应该是强开了 我的天 优兵就到了这波 很关键 但是打优兵呢 但是炸击了 这波炸击了很关键 再打下前锋 再打下前锋 想帮炸 想帮炸 不让他们修 炸但是 炸慢了 哎呦没打到 一个人的王步 我的天 这一波要求人的处理也太好了 优兵到了 但是这一波 应该是还是能表前锋 有一个三角化的机会的 是的 一波跳 直接处理 直接挂飞 先把猫给找回去再挂 再挂 这样子他想找向优兵 他不挂了 前锋没有自己找向优兵 传送没有好 守木人应该是可以走的 我的天的太刺激了 这一把 先把优兵挂上 而且守木人是没有点门 守木人害怕传送吗 那这波 守木人害怕传送 我的天 要不要博一下 要不要优兵 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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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把我来一个四跑 第二把 我来一个四抓 牛逼 太精神了 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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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牛逼了 这种局怎么来的四抓呀 低调 隐忍 杀戮 小马哥 休息了三年 这一次回来 给大家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太快乐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的马皇无限猖狂 今天真的是佩服这把四抓 确实 确实 太强了 太强了 这一场 这个四抓 就是根本没有想到 我们觉得这把可能薄拼三抓 是 就最多最多了 最后 AR求疼者的一波操作 也是拉满的 非常急 对 在那种不能 不能打的一个情况下 本四抓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强行 拿了一个四抓 把逼把剑开出来了 是的 是的 这是实力 运气并存 而且果断 非常果断 那波传门太果断了 当时那一波前锋 只能开 他只能开 因为他如果不开的话 拳的时间马上到 他再次被压在边上 还是一个死绝 是的 而且这种局 这么简单的一个情况 开局没有人给你追 对 傭兵守门 根本抓不了 戒身没有修 只拿他只修 还是传声落地 找到接受 通过一个漂亮的手里 把自己的一个节奏衔接上 是的 那一波打断铲子 太太关键了 太关键了 而且中后期 那一波在小船的位置 放一只猫 强行假追前锋 实则打你傭兵 把傭兵一打 没有人能救人了 是的 刮目相看 真的是刮目相看 真的是刮目相看 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真的是没法说的 没法说的 就本来今天 因为他怕直接落地船 本来今天我感觉 我上场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看完这一场 我感觉我还能再解说三场 可以 然后后面三场都让你来 后面三场都让你来 真的是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了 就跟昨天是有了一拼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塞后过去 好 那这一局的话 也是戒施牵制了57秒 修了68 然后前锋也是比较努力 牵制了80秒 修了165 游民这边的话修了49 修了200 然后牵制了49秒 守目人的话是修了140 牵制了34秒 那是吧 游民的 手图弯 居然命中了18次 这是一个单刀型剑关的 刀监管的命中速度 而且击倒了11次 很恐怖 击倒四处11次 这也太恐怖了 这意味着不停地在刷卦 不停地在刷卦 对 就打到最后 其实密码机开了 可能 有些剑关者他会慌 是 他可能超越变形 但是他到最后 还在承诺冷静 想着 前锋没有自己 我这边 抓前锋先到游民 我再搏一个四抓 最后 那一波 打一个转移节奏 就是像速散那样 我这边打倒 比你来救 再传你密码机 是 那两波节奏换得太漂亮了 没错 其实刚刚就是一个最正确 最漂亮的一个 教科手的打法 是 把密码机压住 那边还要救人 还要跑图 我再去一个拦截 对 但是就是最后被佣兵 强行用出了薄命 这一点比较亏 佣兵已经是天秀了 先吃刀 护手弹到极限 把人捞下来 再开密码机 当时其实 选择也非常果断 直接就把佣兵打红圈 然后再放猫 虽然当时没有咬动 但还是 就整个后继节奏还是在他掌握之中 是的 对 主要佣兵最后那一波也是天秀 天秀才有机会救下来 对 开了那个密码机 最后完成供电 如果说刚刚怎么样一个情况 能保证三个人吃刀回王反召 佣兵把人救了 佣兵自己压好密码机 手门是有针的 他不能吃前面那一刀 他必须要把自己摸好 然后等到佣兵倒地过来 他再冲过来 让你挂人 挂人再来压机 进行一个三个人回王反召 是